据乌克兰奥德萨当地媒体Damskia报道,乌克兰最好的飞行员之一,乌克兰第十海军航空旅的指挥官Igoro Bedler已于近日在抗击俄军时阵亡。 目前,乌克兰媒体并没有透露他是在什么战斗中阵亡的,但介绍说他曾经在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中指挥自己部队成功从克里米亚撤离,并为乌军保住了不少军事装备。 他的部队当时也是唯一成功完成了这一行动的乌方部队,他还曾在2018年荣获伯格丹·赫梅利尼茨基寻章。 乌克兰奥德萨州军政管理局负责人当地时间5月7日发布视频称,俄军当天再次攻击了奥德萨国际机场,机场跑道和部分基础设施受损,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 当天早些时候,社交媒体消息称,7日,奥德萨州遭到6枚导弹攻击,4枚击中了当地军用设施,2枚击中了奥德萨军用机场的跑道,俄方目前还未对此消息进行确认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